96日、21世紀經濟報道,走向金融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驚險一約 2015年7月20日頭版01頭跳央行日前宣布 將允許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國際金融組織 主權財富基金進入中國銀行間市場 原來的額度限制被取消,投資規模可以自主決定 而且交易品種拓展到了債券現券、債券回購、債券借貸、債券遠期 以及利率互換、遠期利率協議等其他交易 以前只能投資於現券和回購 這是一個有些出人意料的決定 市場增經以為,在最近經歷股市巨複震蕩之後 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可能會放緩 而這項最新政策意味著,恰恰相反 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依然在加速 這也有利於在今年晚些時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當中 並推動人民幣從結算貨幣到投資貨幣再到儲備貨幣的轉變 人民幣國際化的紅心臟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相對遙遠的夢想 儘管在最近幾年,中國政府通過貨幣活緩 人民幣貿易結算等措施,在周邊國家推動人民幣的使用 但人民幣想要變成像美元那樣的儲備貨幣,似乎環遙遙無期 這是因為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總是帶有一些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態度 外界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加入SDR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象徵意義 是一種姿態,但這種觀點現在可能需要重新修正 也因此,很多人突然覺得中國央行其實在下一盤大棋 目前,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規模高達6.1萬億美元 但受到額度限制的外資佔債券市場的比例只有3% 在美國這個比例在50%左右,馬來西亞是45% 澳洲是65%、印度尼西亞35% 這意味著,外資增創中國債券的空間非常巨大 中國政府再三成諾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而且中國利率比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都高 再加上中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儲蓄 因此,中國債券市場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就像如果A股被納入MSCI 名成指數會帶來外資被動配置一樣 中國債券也一定會進入國際市場的某些指數 也會帶來被動配置的需求 中國債券市場如果實現外資比例的大幅提高 將有利於中國的系統性風險一部分分散到國際市場 中國的貨幣政策也能起到全球性影響 當然,這對中國既有很大的利益和好處 也要求中國政府制定金融與經濟政策需要更加透明 與國際通行規則相符,並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 比喻貨幣政策外日的影響 應當說,當前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時機 但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環不夠完善 這也是很多人疑慮的原因 他三枝石可以供浴 日本當年的經濟泡沫 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因為過快的金融自由快 與資本市場開放造成的 目前,中國實際上是將金融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 雙重目標榜在一起,將人民幣國際化作為金融改革的推動力 金融改革則為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打下良好基礎 但是兩條腿走路就怕步調不一致,這更容易跌跡 因此,需要頂層設計以及統籌協調 作為一項國家戰略整體推進 安全與效率並重,實現金融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驚險一弱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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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